大家好,欢迎到《庄子门徒》继续曲怯篇 《红楼梦》第21回 贤习人交称真宝玉,俏平儿软语旧假怜 有一段宝玉,因命四儿剪灯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华金 南华金就是庄子书,之前我们有提过唐朝话,因为是李氏王朝 为了把自己的地位提高一点,就跟老子,就是李儿 连在一起,老单是李儿,都是姓李 提高他的地位的话,就是把老子书提成道德金,金的地位 也把庄子书提成南华真金或南华金 所以这样,宝玉也在看庄子书 正看至外偏屈切一则,其文冤 故,决胜弃至大道乃止 执欲毁诸小道不齐 奔福破喜,而名普比 勃斗折衡而名不争 丹禅天下则的圣法,而名使可以论意 灼乱六律,朔绝于色 色谷旷之耳,而天下使,仍喊其冲矣 灭文章,善无才,焦离诸之木,而天下使,仍喊其名矣 毁绝勾神而弃规矣 立功垂矣之指,而天下使,仍有其巧矣 我之前有讲过,石旷离诸功垂 看至此,义去扬扬,乘者九信 不禁提笔续冤,繁花散色,而规格使仍喊其劝矣 强宝钗之先知,灰大御之灵俏 善灭善简情意,而规格之美物,使相泪矣 彼含其劝,而无身伤之余矣 强其先知,无恋爱之心矣 灰其灵俏,无才师之情矣 彼,拆欲花色者,皆张其罗,而穴其碎 所以弥炫禅献天下者也 续弼,执笔就寝,头刚整者 便忽睡去,一夜静不知所知,直至天明方形 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 贾宝玉也是有在读庄子书 当然是作者,曹雪芹有在读庄子书 好,回到区蟹人 刚才讲到,圣人不死,大道不直 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有讲到 有讲到道直,道义有道 道者也是靠着圣人之道 圣、永、义、智、人 就是,才有办法做得长久 所以,圣人生就是大道起 圣人大道不起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圣人之道 那大道也没办法那边横行天下 圣人不死,大道不直 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力道之也 他说什么?他说 他说,这事实上啊,只要还有圣人啊 我说圣人之道,大道就不会消失 对吧,虽然本义是想要借重圣人之道来治天下 结果却是让道直得到更大的利益 因为道直也是用圣人之道啊 所以你只要有,他拿来用 那其实对道直的好处更多嘛 刚刚前面有讲嘛 善人少,善人多嘛 对啊,所以对整个圣人之道 当然我们知道曲却篇主要就是在批判圣人之道 为之斗乎以良之,则并与斗乎而窃之 为之权衡以称之 则并与权衡而窃之 为之伏习以信之 则并与伏习而窃之 为之仁义以缴之 则并与仁义而窃之 怎样?圣人啊 制造斗衡来测量东西的容量 我们知道这个斗跟衡都是容积的器具 量有多少嘛 几公升啊或几斗这样子 那大道就干脆把你的斗弧一起偷走 把你的权衡 然后权衡 制造权衡是来测量东西的重量嘛 权衡、横都是测重的东西嘛 器具嘛 那你用这个来测量东西的重量 那大道就把权衡一起偷走 有没有 那你都没有办法 来量容积跟重量 你要你知道这个 哦他就把你拿走 拿去用啊 那你制造伏习来代表国军的身份 大道就拿伏习一起偷走 有没有 他就拿去用啊 你可以用 他也可以用 那你倡导仁义来规范人的行为 大道就把连仁义一起偷走 有没有 何以知其然也 为什么知道这样呢? 因为前面我们有举过例子啊 就是田成子 把齐国国军齐俭攻杀了啊 然后把国军窃取了啊 然后 那你把 占有了齐国 然后把齐国原本 统治齐国的那个圣人之道 一样继承过去啊 所以 怎样 彼 窃勾者诸 窃国者为诸侯啊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则是 非 窃仁义 甚至也 怎样 怎么知道这样 就是 像刚才讲的 田成子的例子啊 怎么知道呢 就是说 偷窃勾带上代勾的人会被处死 就是你偷人家东西 偷人家的钱的这种东西 金钱的东西要 腰带上代勾 这都只是值钱的东西嘛 这会被处死 就窃到罪 古时候刑法比较严重嘛 但是 窃取国家的人 却会成为诸侯 简直指的例子啊 诸侯家里的人意多得很 他 之前讲过啊 他不仅窃取了齐国 就是占领了齐国 他连齐国的 治理的那些方式 仁义 一样造套啊 所以不是等于仁义 也被他偷走了吗 这难道不是偷窃仁义 圣治吗 窃勾者诸 窃国者为诸哦 不要说以前 现在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你偷 人家的东西 偷了钱 对不对 偷人家的金子 偷人家的手表 偷什么东西 车子什么 诶 你会被抓去关 对不对 你突然偷窃罪 但是 如果 你窃取了整个国家的 整个政治地位 对不对 你当了 那个国家的领导的 那 全部的东西 那你就当成诸侯啊 窃国者为诸侯 那你的仁义 对不对 治理国家的仁义 你还是造套啊 拿来用啊 对不对 用来 还是用来统治国家的方式啊 对不对 结果 偷小东西被关 偷了大 大到整个国家 那你就是诸侯 顾 借取 仁义 斗壶 权衡 服袭的人啊 即使有高官厚禄的赏识 也无法劝勉他们为善 即使有严循俊法的威胁 也无法禁决他们的作恶 这种对道职 大为有利 而无法禁决他们的状况 真是甚能过错啊 对吧 为什么 你都讲过啦 切勾者诸 切国者为诸侯啊 所以大家都想要追随到读取诸侯的地位啊 因为你偷小东西会被处死 可是你偷整个国家 你会变诸侯 那当然大家要去偷整个国家啦 对吧 然后顺便把仁义啊 斗壶啊 权衡啊 服袭 就是什么 斗壶权衡是什么 就是这种标准嘛 你测量重量容量有标准嘛 服袭是硬性嘛 那通通拿走 拿去用 对啊 所以 因为 你有那么大的利益在那边 所以你就算有 你虽然你 用高官后觉赏识说 叫他们 不要这样子做 叫他们做好事 他们不愿意 因为 有更大的利益在前面啊 切国者为诸侯嘛 虽然你有严循俊法威胁 也无法阻止他们 对不对 因为更大的利益在前面 所以啊 才说 这是圣人的过错啊 圣人之过 故冤 鱼不可脱于冤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哦 这是 又是重言啊 借重老子之言 老子 三十六章 鱼不可脱于冤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说什么 水啊 鱼啊 如果离开水啊 就无法 活下去嘛 就只能 相入于墨相许施啊 就是 你还是 鱼就是要靠在水里靠 他的筛呼吸啊 国之利器是什么 不可以示人是什么 国之利器是什么 就自国的方法啊 等一下会讲 就是 你不能啊 那是会引起斗争啊 所以说 鱼不可脱于冤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比圣人者 天下之利器也 非所有也名天下 天下利器是什么 就是圣人的那一套啊 就是治理天下方法 圣人者 天下的利器 不是拿来给天下人看的啊 你就做就对 不是拿出来给他看 大家就是 会引起斗争啊 大家就是要 窃国者为诸佛啊 连人一起拿去啊 对吧 故 下面这一段就是 刚才开头 红楼梦 引的这一段嘛 贾宝玉在读的这一段 决胜弃智大道乃止 执欲悔诛小道不起 奔扶破喜而名不彼 佛斗折衡而名不争 单残天下之圣法 而名 使可以论义 其实这边 也是引老子十九章嘛 你知道十九章就是 决胜弃智 名利百倍嘛 还有 绝巧弃力 道德无有 所以说什么 这一段是什么 因此啊 排除圣民啊 放弃智巧 大大吼才会消失 丢弃美玉 毁坏珠宝 小道就不会出现 你家里不要 随便那些经理珠宝 就不会有小偷来啊 匪坏幸福 凿破应息 百姓就会回归 淳朴啊 他就不想要拿 来抢你这些应息嘛 打破斗弧 折断 权衡 百姓就不会争执 你不要说 哦 这边经纪两重 大家经经计较 完全破除天下了 的圣人法度 才可以和百论 谈论事情啊 还没完哦 脚乱六律啊 朔绝 瘦绝 余色 色 古矿之耳 古矿是识 这边讲是识矿 而天下 使人谈其松矣 面文章 善无彩 焦离诸之木 而天下 使人谈其名矣 悔绝勾神 而弃规矩 立功垂之指 而天下 使人有其巧矣 就是脚乱六律啊 销毁各种乐器啊 塞住识矿的耳朵 这样天下 才能保全 天生的听权 就是冲嘛 就是天赋品 原本的德嘛 然后你消除文事 离善这种色彩 黏住黎珠的眼睛 那天下 才能保全天生的视觉 这是名嘛 然后割坏勾神 抛弃各种规矩 原规矩 折断 攻权的手指 让天下才能保全天生的技巧 就是巧 有没有讲到 冲 明 巧嘛 冲是眼睛嘛 冲是耳朵 明是眼睛嘛 巧是手指嘛 故愿 大巧若拙 消真实之行 前阳莫之口 然气人意 而天下之德 使玄同矣 所以说啊 最高明的智巧 看起来像愚笨一样 大巧若 若拙啊 去除真身 死丘的善行 封住阳珠 莫敌的口舌 并气人意 天下人的天赋 才能达到 混同为一的境界啊 对不对 就是回到最原本 得啊 对 得啊 一开始从道所获得的 天赋品性嘛 你不要再多加自巧 下去 多加人为的 就是什么 人意啊 对不对 就是要保留住原本的天赋秉性啊 不要向外表现 就不会引起竞争啊 对不对 人人都保全天生的莫名眼睛 对不对 看清楚 那天下就不会有残缺的形状了 人人都保全天生的耳冲 那天下就不会有难听的声音了 人人都保全天生的智力 那天下就不会有迷惑的事了 人人都保全天生的禀赋 那天下就不会有邪恶行为了啊 彼真 使 阳末 就刚才讲的啊 真生 使 丘嘛 阳朱 莫迪 施旷 公垂 离朱者 有没有 皆外立其得 而以 要乱天下者也 法之所无用也 就说 像真生 使 丘嘛 这些人讲人意的善行 阳朱莫迪就是辩论口诚 施旷 公垂 离朱有没有 施旷 公垂 离朱 施旷就是耳朵耳冲嘛 离朱是木迷嘛 公垂是手巧 这些都是向外炫耀他们的天赋啊 就刚才讲的啊 有个强调人意 有个口舌 有个眼睛 耳朵 手指 就是叫 捞乱天下的 这些对正道是没有用的 对啊 这时候是多余的 不需要 好 那么这一段 念一下 圣人仁不死 大道不止 虽众圣人而治天下 诸众弃国者为诸侯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则是非 却仁义 甚至也 故族于大道 皆诸侯 却仁义 而并 斗虎 全横 伏许之利者 虽有 薰勉之赏 伏能劝 辅悦之威 伏能尽 此重力道直 而始不可尽者 是乃圣人之过也 故愿于 不可脱于愿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彼圣人者 国之利器也 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 绝圣 弃智大道乃止 执欲 毁诸 小道不起 焚腹 破喜 而明不彼 头斗 折衡 而明不争 单禅天下之圣法 而明 实可语 论意 灼乱六律 朔绝 余色 色 骨矿之耳 而天下使 仍喊其冲矣 面文章 善无彩 焦离诸之目 而天下使 仍喊其名矣 毁诀 勾神 而弃规矩 立功垂之指 而天下使 仍有其巧矣 故愿 大巧若拙 消真实之行 前 阳末之口 然弃人意 而天下之德 使 玄通 以 毁 人含其名 则天下 不朔以 人含其冲 则天下 不累 人含其智 则天下 不获 人含其德 则天下 不辟 毁 真 使 阳 末 施 施 矿 公垂 离诸者 皆 外力 其德 而以 要乱天下 则也 法 之所 无用也 只要 事上是 还有圣人 或圣人之道 大道 也就不会消失 虽然本意 是想要借重 圣人之道 来治理天下 结果 却是让 道直 得到更大的利益 圣人 制造了 斗横 来测量东西的容量 大道 大道就连斗佛伍一起偷走 制造权衡来测量东西的重量 大道就连权衡一起偷走 制造福袭来代表国庆的身份 大道就连福袭一起偷走 倡导仁义来规范人的行为 大道就连仁义一起偷走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那些偷窃腰带上代沟的人会被处死 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 若和家里的人义多得很 这难道不是偷窃了仁义 圣智吗 所以啊 那些追随大道 争夺诸侯地位 窃取仁义 斗狐 权衡 服袭的人啊 即使有高官厚决的赏识 也无法劝勉他们为善 即使有言行俊法的威胁 也无法禁绝他们作恶 这种对大老子大为有利 而无法禁绝他们的情况 正是 圣人的郭措啊 所以说 鱼不能离开深渊 治国的方法不可以明示天下 所谓圣人那一套是治理天下方法 不是拿来给天下人看的 因此 排除圣民放弃知巧 大道才会消失 丢弃美玉 毁坏珠宝 小道就不会出现 焚毁幸福 凿破应息 百姓就能回归纯朴 打破斗壶 则断 全衡 百姓就不会有争执 完全破除天下人 圣人法度 才可以和百姓谈论事情 脚乱六律 销毁各种乐器 塞住识矿耳朵 然后天下人 才能保全天生的听觉 消除文事 离散各种色彩 黏住离嘴眼睛 然后天下人 才能保全天生的视觉 割坏勾神 抛弃各种规矩 折断 弓垂的手指 然后天下人 才能保全天生的技巧 所以说 最高明的智巧 看起来就像愚笨一样 大巧若拙 去除真生死丘的扇形 封住阳朱末体的口舌 并弃人意 天下人的天赋 才能达到 混同唯一的竞价 每个人都保全天生的牧民 那么天下就不会有残缺形状了 每个人都保全天生的耳冲 那天下就不会有难听的声音了 每个人都保存天生的智力 那天下人就不会有迷惑的事了 每个人都保全天生的禀赋 那天下人就不会有邪恶的行为了 像真生 史丘 杨朱 莫迪 施矿 公垂 黎朱 他们这些人 都是向外炫耀他们的天赋 去扰乱天下的人 这些啊 对天正道都是没有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